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张图 那就是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 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已经达到了100亿 而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次人大的常委会上 也把债务问题拿出来作为了新的审议内容 而现在呢更是网传 新轮的债务置换规模将达到6万亿至10万亿 这一期呢 我们就要聊聊中国的这个地方债务问题 它是怎么膨胀到今天呢 以及中国的地方债务又将何去何从 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啊 最早其实可以追溯到1994年 我们现在都知道呢 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 中国呢并不像美国是那种联邦制国家 中国的中央政府呢 具有非常大的权力 但是在一开始呢 这种权力和金钱并不平衡 虽然中央占据了权力的高地 但是财政收入占比却很低 甚至到了1993年 中央占财政收入的总比例 一度下降到了20% 这种权钱的分配模式 那很显然是不合理的 因此很快 中国在1994年开启了分税制改革 在分税制改革中 设定了中央税和地方税 在这一通改革之下呢 中国把大量的税收 重新由地方发回了中央 分税制改革完成之后 中央占税收的总比例 就瞬间跃升到了50%以上 等于重新拿回了财政的主导权 但是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地方政府虽然收入减少了 但是地方政府对于钱的渴望 并没有减少 甚至呢 还增加了 那么地方政府对于钱的这种渴望 是哪里来的呢 这里面呢 有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因为这些地方官员 他需要有钱才能贪污啊 我地方财政都没钱 那我还贪个屁啊 另一个原因呢 则是因为中国特出的官员晋升机制 如果你问中国的官员靠什么晋升 当然了 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靠战队 靠关系 确实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是中国官员晋升的第一要素 要不然呢 现在也不会出现 当时在浙江跟着习近平干的人 都高升的情况 可是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不能忽略的是 对于很多的地方一把手来说 政绩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而什么是政绩呢 实际上就是看如何完成上级的目标 而这目标呢 除了在疫情期间 是以清零为目标的 在其他很长一段时间内呢 都是以GDP增速为目标的 这种晋升模式呢 甚至专门还在学术界 形成了一种专有名词 那叫做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 在该模式下 官员通过不断完成上级任务 和同级别官员进行晋散 从而获得最终的晋升 而如何赢得这场晋赛呢 钱在这里面就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不论是完成上述哪一种目标 实际上都是要花钱的 想要实现清零 需要的是进行大量的核酸检测 而想要实现GDP的增长 花钱 不断修高速 修一些基础设施 修一些旅游景区 给一些产业进行扶持 这种模式呢 也一直是过去一段时间内 地方官员拉升当地GDP的主要方式 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了官员除了大肆为自己敛财 也要大肆为自己地方政府敛财的风气 而这种为地方政府敛财的行为可以提高晋升的机会 也不是我幻想的 这在中国的学术界呢也是有共识的 比如之前复旦大学的陈硕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朱志涛 就通过论文论证了县级政府财政收入和县委书记晋升之间的关系 而另一些学者则论证了这一关系在市级省级也是存在的 政府搞的钱越多等于自己晋升的越快 这一点呢在中国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如何搞钱呢 其实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呢 中央政府就没想着降低地方政府的支出 但是税收都归中央了 地方该怎么办呢 在中央一开始的设想中 那就是靠转移支付来养这些地方政府 也就是地方政府向中央要钱 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通过向上级要钱 也就是依靠转移支付来搞钱 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就开始想办法钻漏子 开始想办法找到转移支付之外的搞钱方式 而至于这个搞钱方式呢 在一开始就是土地财政 也就是卖地收入 在分税制改革结束之后 地方政府就开始不再寻求税收收入的增长 而是把卖地收入作为自己的主要收入来源 土地财政呢 也开始迅速走上钱财 并且一跃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 当然对于中国的地方官员来说 仅依靠土地财政是不能满足他们的 有时候呢 我们不能相信中国官员的文化水平 但是我们一定能相信的是 这些官员对于晋升的渴望 以及在这种渴望下衍生出来的创新精神 当这些钱关系到最终的官员晋升之后 巨大的创新精神就开始出现在这些官员之上 他们又研发出来了一套新的方式 那就是债务方式来给自己创收 地方政府已经不再满足于 只通过出上土地来提高财政收入了 而是通过成立成都公司 对土地进行抵押 对这个土地进行上杠杆的行为 来实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 当然除了这种土地质押的模式 中国还有一种政府隐形担保的借贷模式 这些都是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而进行的创新 至此中国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逻辑 那就是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竞争制度 导致了一场场花钱锦标赛在中国进行 而为了有钱花 地方政府开始不断的扩大财政收入 一开始目标是在土地上 但是之后不满足于仅限于土地 开始搞起了金融 开始尝试进行借债了 在这种模式下债务被搞得越来越大 而在这个过程中 不搞这套的官员也被逆向淘汰了 因为他们的政绩肯定是很差的 并且搞这套的官员还没有任何的风险 在中国地方一把手平均的任职时间只有2.4年 借再多钱 到时候我拍拍屁股走了就可以了 和自己也没啥关系了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才会出现如开头所述 100万亿的债务问题 当然其实一直举债也不一定是一个问题 只要能还上利息 并且还能持续借到钱 那其实就可以了 就像现在的日本政府一样 利率低政府信誉好 那债务再高其实也不怕 但是问题其实就出现在这里 中国的这些承诺公司 这些地方政府 它都是以土地作为担保物去借钱的 而当土地价格开始下滑之后 这些地方承诺公司 借贷的成本就会开始急剧的上升 因为你的抵押物开始不值钱了 尤其这一问题对于一些小城市更加致命 毕竟对于这些小城市来说 它不仅土地不值钱 信誉也不值钱 而这些小城市怎么办呢 这个它解决方法其实就和我们普通人一样 如果你借钱困难了 那就只能去借高利贷 对于这些小城市来说 他们开始尝试以8%以上的年利率来借钱 而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在土地价格下滑的大背景下 大量的承诺战募集到的资金 已经开始不再是用来创造新的政绩 来搞各种基建了 而是来处理上一任的烂摊子了 像在2023年 承诺战里面有69.1% 是用来借薪还救的 还有24.1%是用来偿还利息的 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中国在2015年就出现过一次房价的下跌潮 这在当时就引发了地方的债务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 中央只能无奈出来救赏 最终中央出台了约12.2万亿的债务置换额度 来解决地方的债务问题 这边粗略说一下什么是债务置换 债务置换就是中央给钱 或者说通过允许地方新发债券的方式 以低息的贷款替换掉原有的高息贷款 比如国家在这里面 它肯定是信誉更好的 它就可以以2%的利率向市场借钱 而收到的钱就给这些地方政府 让他们提前还债 还掉手里的那些高利贷 这一通操作下来 虽然债务总额没有下降 但是至少利息是降低了 这样就能解决上面说的债务利息过大 导致地方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而对于今年来说 这个情况也是类似的 虽然这两年中央也在陆陆续续的通过债务置换 接济一下一些问题比较大的省份 但是总归来说 这些金额还是太小了 属于杯水车薪 在这种情况下 无奈中央只能在最近开启一轮上万亿 甚至十万亿规模的债务置换了 而中国的地方债务走到今天这一步 其实也是中央不想见到的 中央不论是在2015年那次 还是在2023年这一次 一开始为了防止地方的无限举债 都曾明确表示不会给地方债务兜底 比如在2015年的时候 中央就说过地方债自发自还 中央不再兜底 但是最后还是无奈兜底了 而在前两年 中央也是在表态中 屡屡表示自己拒绝兜底地方债务 比如在2021年 财政部就说过 地方债务要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 谁家的孩子谁抱 习近平更是在去年频繁提到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当然这里面插一嘴 不论是谁家孩子谁抱 还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种话屡屡出现在政府的发言中 也是挺让人无语的 说好听点 这些词叫做接地气 说难听点 就是习近平以及习近平的班子 文化水平过低 当然说回这些口号 虽然口号是喊了 但是结果却没啥用 最终我们还是能看到中央的转向 从不救变成了旧 从不兜底变成了无限兜底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时候我们对于习近平 总是有一种 他的能力无限大的错觉 认为他在中国现在做到了一人独裁 一家独大 想要哪个官员下台 明天他就得下台 那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得听他号令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其实并不是 习近平作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在财政上的博弈 在2015年和2023年 这两次博弈中 那是全部都败下阵来了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了 习近平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他是怎么败下阵来的呢 那我们就以最近这次 央帝博弈为例来看一看 你中央政府不就我地方债务问题 那我地方怎么办呢 那我就搞一些扭曲行为呗 以这种集体的扭曲行为来进行逼宫 比如在地方财政收入下滑之后 开始入部付诸之后 地方政府有没有响应习近平的 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这个口号我们不知道 但是地方政府却搞出了个远洋补牢 这个远洋补牢可不是去什么沿海补鱼 而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罚款创收 跨省抓捕其他地区的企业家 前段时间经济观察报 发了一份广东省的内餐 也就是官员内部新闻 根据这份内餐显示 广东、深圳、东莞 成了远洋补牢的重灾区 在这三个地区中 仅仅广州一个市 就有近万家企业遭受了异地执法 也就是所谓的远洋补牢 这把广东省搞得是苦不堪言 本来我就是税收支援全国 为数不多的几个省了 而且一直是最多的省份 寻思着直接税收补贴你们不行 现在你们还要来抓我的企业家 那就盯着我耗羊毛呗 你还让不让我广东活了 除了这种远洋补牢 另一种骚操作就是收税 比如前段时间 地方传出各种税收 倒查20年的新闻 而最近金融时报也报道 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 因为财政收入的不足 开始要求富人和企业家 进行税务自查了 在这里不论是远洋补牢 还是税务自查 这种行为都无异于是杀鸡渠乱 这种操作搞下来 当下或许是税收收上来了 罚款收到了 地方财政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是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无异于是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道理习近平肯定是懂的 而这种情况 习近平想管也管不住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也只能无奈的 开始给地方债务进行兜底 不过这波兜底暂时能不能兜住 我认为兜个一两年肯定还是能的 可是我们还要考虑未来的问题 中国的地方财政困境 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 完全无法解决的问题 上一轮2015年出现财政困境的时候 为什么还能走出困境呢 在当时中央搞了一波债务置换 那肯定是缓解地方债务问题的 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债务置换 它只是缓解了问题 地方政府当时 为什么能走出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 在2015年之后 土地价格又开始上涨了 2017年土地财政就开始走出了之前的阴霾 土地财政收入呢 再次迎来了上涨 超过了2014年 可是这一次呢 这次还能有土地财政的付租吗 那大概率是不可能了 而如果这种土地财政的付租不到来 那未来地方政府的收入要靠什么呢 并尽债务置换 它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却解决不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根本问题 而且中央其实最近也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是呢 结果都行不通 不论是开源还是节流 目前呢 似乎都无法进行下去 在开源方面 前两年呢 提过股权财政来进行创收 也就是提高国企的收益率 来弥补地方财政收入的不足 现在中国的国有企业总资产额呢 在300万亿以上 但是国有企业的资产收益回报率呢 非常低 普遍低私企两至三个百分点 300万亿的资产总额 意味着只要提高1%的利润 就可以提高3万亿的财政收入 提高国企的资产回报率 或已是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方法 但这个想法呢 很显然最近是破产了 目前中国的现状 不仅是国企的利润率无法提升 而是全社会所有的企业利润率都在下滑 在中央的统计数据里面 今年1到9月只有外商企业的利润是正的 其他企业的利润都是负的 现在这些国企别说创收了 不亏损 不给地方政府增加负担 那都是谢天谢地了 此外 另一个开源的方法 也被中央视为救命稻草的砸锅卖铁 也就是变卖国有资产 确实呢 它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地方财政的收入不足问题 但是再砸锅再卖铁 卖出来的钱和土地财政减少的金额 相比下来 那仍然是杯水车薪 此外 至于节流方面 也就是减少支出方面 那就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了 虽然官员的冗余 贪污 大量的维稳经费 可能是中国当下财政支出 降不下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我认为根本的原因 还是中国整个体制的问题 不同于西方的选拟制度 西方的官员呢 因为是选民决定谁当选的 他们往往呢 都是向下负责的 中国政府的官员呢 他的晋升都是靠上级决定的 所以都是要向上负责的 而只要这个模式在 地方政府官员就一定会 不择手段的去完成目标 像习近平现在要搞星三样一样 那么他把星三样发展的目标 下达下去之后 各级政府为了完成习近平的目标 为了获得晋升的机会 就会不择手段 不考虑成本的去扶持星三样 反正呢 出成果我就晋升 不出成果呢 我拍拍屁股走人 跟我也没啥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地方政府的花费 就不可能减少 当然有可能会说了 如果习近平 不下达发展GDP的目标 不下达扶持新三样的目标 把地方政府的任务 改成降低财政支出 那么是不是能解决 中国目前的财政问题呢 这个之前摩根士丹利 是预想过的 但是这样就必须要放弃 GDP增速 也要放弃习近平的中国梦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就会出现 GDP增速 只能维持在1%到2% 区间之内的一种状态 共产党呢 一直鼓吹的制度优势 带来的高速发展 也就没有了 之前法国外贸银行 在2018年曾经预测 中国的房地产 将会成为中国的灰犀牛 而现在他又预测 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 将会成为一个 比房地产更大的灰犀牛 确实不论从哪方面来看 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都是目前中国一个无解的问题 只是不知道这个问题 它到底爆雷的时候 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展现出来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多恩多方脸 希望你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